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Excel电子表格 我们在Excel电子表格里面 工作表的前或者是后 如何添加新的工作表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工作表 当我们打开这个Excel电子表格的时候 我们能看得见我们的下方这里是有很多张表的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作表 一张工作表,两张,三张工作表 这就是我们的新的工作表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有二月工资表,三月工资表,四月工资表 那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加上去的呢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啊 比如现在我们想在三月工资表的右边 再加一个工作表,怎么办呢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用鼠标点旁边这个加号 点它一下 好,那你能看得见 我们这里的话加了一张新的空白的工作表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右边这里想加工作表的第二种方法 用鼠标点三月工资表 然后鼠标右键 点插入工作表 然后呢,这里叫数目 你要加几个,你就输几个数字 然后点确定 好,那我们现在能看得见 我们三月工资表的右边这里 又添加了一个新的工作表了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想在三月工资表的右边 添加新的工资表的两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如果是你说 我想在三月工资表的前面也加工作表 怎么办呢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同样的点一下三月工资表 这个文字 然后鼠标右键 点插入工作表 弹出这个窗口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鼠标去点一下当前工作表之前 旁边这个圆圈圈 点它一下 那之后上面这里同样是 你要加多少个工作表就输多少个数字 然后点确定 好,那我们现在能看得见 三月工资表的前面 它就添加了一个新的工作表了 这就是我们想在一个工作表的后面 或者是前面 怎么样去添加工作表的方法 既然加了工作表了之后 我们再来讲 怎么样给它取名字呢 这是三月工资表,对吗 那旁边这个它也不叫几月工资表呀 怎么样给它取名字呢 那我们现在接着讲 怎么样给它取名字啊 旁边叫三月 那我在左边这里的话 给它叫二月工资表 好,点它一下 点这个文字啊 鼠标左键点它一下 然后鼠标右键 点重命名 然后我们就直接打字了 二月工资表 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在右边这里也想给它取个名字 叫四月工资表呢 点它一下 鼠标右键 点重命名 然后输四月工资表 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效果就是 左边这里 二月工资表 三月工资表 四月工资表 这样的一个名字和工作表 那我这里决定的是工资表 对不对 那如果是你说是地名 那些都可以 还有我们的考勤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都可以这么搞的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讲的是 我们的工作表的前面和后面如何添加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我还加了一个叫怎么样给他们取名字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